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结束这一切 放他走 我申你处置 可惜了 你本来是我最得意的作业 妄图脱离组织者 杀无声 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不甘心 不甘心吗 小鲤鱼 欢迎进入九荒禁系统 我是系统联络员非浅 我可以助你重生 而你 也将成为九荒禁的宿主 你必须执行九荒禁发布的每一个任务 否则 将会被抹杀 若是尸体被破坏 你将失去重生的机会 什么 这家伙还没死 你等着 灭门不会放过你的 怎么回事 这里是一个名为九荒 凡人可通过休旋 力打毁天灭地的悬尸事件 你的第一个任务 是为这个身体员主报仇 而身体员主的最终死因 便在于方才的四人 解决剩下的两个 才能够完成任务 等等 你还没告诉我这副身体的身份 他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没有朋友 正适合你 孤儿 你 откры很 小丽鱼 等我 我 你 要 我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当天 我 ona 啊 知道吗 事 我 等一下 你 满定绿手 满定绿手啊 还有要赶的吗 至罪 满定绿手啊 还有要赶的吗 赶牌吧 要赶的吗 要赶的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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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身体的条件 比我在地球上抢了数倍不值 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 是什么档子 你一会儿就完 师父堂主 孙二狗有要事禀报 奶奶的 什么破事 不要在这个时候 打我老子牙香 快点儿快起来说 救命了 傻愣你干嘛 傻愣你快放 是 是 我还是先溜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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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居然有老子转给什么人给老子管出来 好大的气 小孩子 小鬼 为什么跟踪我 好可怕 恩人 恩人 恩人在上 思想难给 肯定磕头了 莫名其妙 恩人别走啊 我都知道的 恩人你杀了招赖子 别误会 别误会 人家的费所 竟然是在全景天窗的 恩人 此刻 石夫堂主正在全镇通缉恩人 我知道一条小路 可以让恩人 从黑石镇脱身 请务必于三天内全部完成 否则 将会受到系统抹杀的惩罚 不用了 面门厉害角色很多嘛 那个赵赖子 在面门什么水准 恩 恐怕除了我之外 救赎他最弱了吧 其实 我也一直想杀了赵赖子 如此 不仅能为我爹报仇 还能取代他的位置 分得更多银色 世子也能好过些 喂 小鬼 嗯 为什么说杀了赵赖子 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因为 不知什么时候起 面门的晋升方式 就改成以下克上 打败比自己职位高的人 这么高 看来这个面门不简单哪 恩人 你还是快点离开吧 师父堂主天生神力 是我们面门玄师以下第一人 何况 他还带了好多人 唉 知道了知道了 不管怎样 都谢谢你了 再见了小鬼 恩人 恩人 保重啊 恩人 好嘞好嘞啊 哎呀 小鬼那有多小的主 恩 嗯 好嘞好嘞好嘞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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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 嗯 嗯 嗯 果然开始通缉我了 我 得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才行 听说了吗 嗯 你们被杀了三个人 电话这个人吗 没有 什么电话 好好看看 我看看 这个人看过没 见过吗 走走走走 好嘞 你仔细一看 你确实没见过 没有 得先填爆肚子啊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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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一笼包子 一碗汤 哎 一笼包子 一碗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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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客官小心哪 哎呀 这碗既然碎了 我马上帮你换一个碗 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啊 哎哎哎 哎 哎 听说灭门出事了 夜之间被人杀了三个 哎呦 可不敢议论 可不敢议论呢 哎 怕什么 现在灭门的人正满城通缉那个杀手呢 我看很多人都拿这个通缉令啊 连个名字都没有 哎 我说客官 去 灭门的事儿 也敢说三道四 找死吗 滚蛋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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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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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看来 他就是那小子说的十老三 既然是玄师以下第一人 那至少还是普通人犯仇 并非没有一搏之力 感动我石破天的人 背起来 给我把他大喜八怪 是 对方这么多人 有点棘手啊 看来点秩序才行 我还以为你石破天 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今日一看 不过是一群已多其少的蜀辈吗 死到临头还嘴硬 看我不把你的嘴死烂 就凭你们 怕是连我的手指头也伤不了 你说什么 鼠辈 就应该挤在阴沟里瑟瑟发抖 大白天的乱窜 小心被踩死 小子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你们谁也不许动手 我要亲手扮到他的美 上钩了 报上你的性命 我石破天不战无名之辈 那你听好了 小爷我是魔教教主张无忌 张无忌 张三丰是我的太师傅 金毛狮王是我的义父 什么三丰摩会儿的 你去死吧 我的天哪 我求求你们 不要再打了 别过去了 不要打了 去死吧 小血 是 小颜 小颜 不是 多 enthusiastic 的 还有谁不服 我这都是堂主 慌什么 本堂主来了 看来他就是悬尸了 要是有把枪就好了 张无忌是吧 张无忌是个玩笑 其实在下就 你觉得大象踩死一只蚂蚁 会去在意这只蚂蚁的身份吗 这种压迫感 显然就是悬尸了 以我目前的实力 绝对十死无生啊 有了 堂主 我这是按门规行事 跟我还敢耍花样 你哪个门 什么规 灭门弟子 守得自然是灭门的规矩 大家都知道 我们灭门上位靠的就是以下克上 五定高低 我杀孙二狗 杀石破天 便是为了取而代之 何错之有 你是什么人 何时加入的灭门 兄弟楚运 出道跪地 是思晓南大哥 刚刚引入灭门 思晓南 小子 希望你真把我当安人了 父门主 您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喝茶 听见这边如此热闹 便过来瞧瞧 他是你收入灭门的 我 虽然我灭门在收人上 没有门槛 没有规矩 不像其他门派一样 必须由四梁八柱和门主 亲自收人 但思晓南 你为何要收下这个人 我 我 因为我长得像他的亲爹 是的 是因为他很像我惨死多年 做鬼都不得安生的父亲 不破坏规矩就好 楚月 明天来灭门报到 职务和十老三一样 昆堂 副堂主 多谢副门主 接他早点来报到 恭喜宿主完成酒荒系统 颁布的首个任务 获得十点奖励点 你是鬼吗 突然出现很吓人的 你可以用奖励点 在酒荒系统中兑换道具 道具 系统奖励基础修行功法 涅槃精 以供宿主完成脆体镜 这么说 学会我就是玄师了 是的 接下来是第二个任务 宿主必须在一个月时间之内 成为黑石镇 灭门分门门主 当作文 我今天才刚刚忽悠进灭门 你让我一个月当门主 无法完成的话 惩罚是死亡 坑天啊 我要挑战你 去死吧 此人 门主以为 门主好好休息 抓紧修炼 我告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